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已经过了耳朵听爱情的年纪 很少有人敢拿真心去冒险 小时候谈恋爱只要求互相喜欢 现在谈恋爱门槛高了很多 不愿异地恋 不愿经济差距太大 怕争吵 怕磨合 怕付出的一腔热情到头来化为无有 说到底我们不是害怕付出 我们怕的是没有结果的付出 你觉不觉得我们这个转变很像小时候追蜻蜓 七八岁的时候去追蜻蜓跑得满头大汗 就算追不到也没关系 你追着它跑的那一路 已经很开心了 但现在你不会再追了 因为不确定手里补蜓网的高度 能不能够到它 跑到最后可能会没有结果 所以与其把时间花在一只没有结果的蜻蜓上 你选择不要开始 其实不止恋爱 长大之后的很多事情 我们都无法不计较成本的付出 在意得失 权横利弊 害怕时间白白走过 最后竹篮大水一场空 我很怀念小时候 趴在草地上看星星 能看一整晚的那种自在 我也记得大学的午后 百无聊赖地睡了一觉又一觉的悠闲 那种不在意时间流逝的闲适感 给过我很多快乐 但是退去稚嫩 离开校园 我慢慢知道虚度光阴 不再能让我快乐 只会让我焦虑 于是我去健身房 不是为了打卡拍照 而是真的要抢身健体 上班不再只是挣一口干粮 而是想提高自己 交朋友也不再是 为了合照时候的光鲜亮丽 而是真的希望 能志同道合 陪彼此走上一程 北极摩棱两可的结果 到了我们这样的年纪 更在意 获真假时的拥有 脚踏实地的爱情 敢使不于我的获得 晚安 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应该是